警方騎在路上看到一輛銀色轎車 沒開大燈 原本只是想攔茶苦 卻沒想到 對方絲毫不領情 加速呼嘯而過 原警發現事情不對 馬上油門催淚追了上去 轎車一路狂飆 15號凌晨12點 雙方從新北市板橋的滑東街 跨過福州橋 追到新莊的新樹路上 張信通緝犯 才因為失控衝撞分隔島 被警方壓制 男子出來 男子一人 男子逃逸過程中 還企圖衝撞圓警 索性沒有成功 張信嫌犯撞車後 一度要上計程車逃跑 被圍捕的大批警力給壓制 警方從他車上 搜出一把改造手槍 及海洛英的毒品 意圖攔下來計程車 圓警見計不可施 於是立即上前 逮捕該犯嫌 原本只是基於行車安全 勸男子要開頭燈 沒想到竟然逮到 一名槍炮通緝犯 看看警匪追逐的金銜場面 警方用生命維護治安 不愧是人民保姆 記者王清玉 從書群新北市報導